指數平滑二同移動平均線 Moving Average Convergency and Divergency 簡稱 MACD 是技術指標的一種 經理判斷趨勢和超賣超賣的情況 MACD 是利用兩條快慢速指數平滑移動平均線 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 的差離值來繪製 MACD 由三個部份組成 第一部份是 MACD 線 即是 DIF 線 是快速指數移動平均值 減去慢速指數移動平均值 第二是信號線 也即 DEA 線 是 DIF 的指數移動平均值 最後是 MACD 的儲狀圖 是 DIF 和 DEA 之間的差值 即是 MACD 線 減去信號線所得到的差異 只但 MACD 指標的時間取值 都可以根據交易者的編號調整 以下是 MACD 的應用 當 MACD 線和信號線 在零以上 反映正在處於上升趨勢 相反 當 MACD 線和信號線 在零以下 就反映正處於下跌趨勢 當 MACD 線 從下方穿越信號線 就稱之為黃金交叉 就被視為買入的信號 當 MACD 線從上方穿越信號線 就稱之為死亡交叉 被視為賣出的信號 當 MACD 線升穿信號線 而兩者都在零以上 就稱之為雙牛 可以視為雙重升勢訊號 提高買升準確度 雙重確定 相反 當 MACD 線跌穿信號線 而兩者都在零以下 可以視為利淡訊號 稱之為雙紅 可以視為雙重跌勢訊號 提高買跌準確度 雙重確定 至於儲狀圖變化的買賣訊號 當 MACD 儲狀圖 由負變為正 其實即是出現黃金交叉 被視為買入信號 當儲狀圖由正 變為負的時候 即是出現死亡交叉 被視為賣出的信號 不過 MACD 都存在局限 因為 MACD 指標的計算方法 存在一定的延遲性 不可準確預測股票價格的即時變化 亦有機會出現假訊號風險 投資者要謹慎分析 投資者要謹慎分析 投資者要謹慎分析